还要有宽阔的胸怀 容人的度量 陈灵旨 陛下 臣此次出征经过华音 听到些事情 如梗在后 不得不报与陛下 说 恕臣兜胆 此密文 不但与叛贼李孝长有关 还与陛下后宫的杨淑妃 有牵连 自从朕打算立后 往往就有脏水泼向淑妃 怎么着 你想凑雷热闹 陛下息怒 微臣 朕知道你不是脚蛇根的人 说吧 说吧 陛下 世人皆知 杨妃 是当年齐王李元吉 从前朝后宫搜落来的 然后把她送给陛下 这只是其一啊 那齐二呢 传闻 叛贼李孝长才是真正从前朝后宫搜罗家眷之人 前朝公主乃是她献给齐王作妃来邀功的 三个月之后 齐王才以自己的名义送给陛下 据说知道此事之人均不得获 所以得以隐瞒至今哪 照你这么说 朕的杨淑妃 与齐王有染在先 而对朕则有不臣之心 那李元吉已逝 杨淑妃若有反心 这线埋得也太长了吧 只是传闻不足为虑 陛下 臣孔失言了 没有 朕没往心里去 谢陛下 陛下 启禀陛下 魏征大人醒过来了 醒了 哦 定好了 御医说 魏大人多半是 回光返赵之相 他 他怕是不行了 微臣叩见陛下 平身 魏卿情况如何 魏大人 你们先退下吧 谢陛下 魏大人醒 感觉如何呀 陛下 臣要先走一步了 可不是 朕会把恒阳公主 嫁给你儿子 咱们君君臣臣 世事代代传下去 直到大唐烟消云散那天 也算是个 游矢有重了 魏大人 你可有什么心愿 对朕说 陛下 臣是个 刻薄狠辣之人 亏得陛下宽容 这一生 才走得有惊无险 不敢失望 陛下再为臣做些什么了 只是希望 以后 陛下若发现 臣有什么对不住的地方 那是念及虔诚 不要怪臣就好 朕不怪你 不怪 朕这酒 把你的家人叫来 也许你还有什么话 要对他们说 与陛下 有一事 都胆求陛下告知 不然 臣辞得不踏实 你说 太子的费力 不知 不知陛下心里 是否拿定了注意 好 朕告诉你 我 很空 无论 怎么回事 什么事 无论 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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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不是 不知 不知 你 没 我以为殿下已经不喝酒了 是因为魏征大人吗 我在想 若是我不去芒山探望称心 或许魏征老师 还能再多活几年 殿下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 为何我独独与称心投缘吗 那是因为称心 长得很像我一个儿时的玩伴 他叫承煦 是我大伯的儿子 尹太子的儿子 玄武门之变当天 承煦恰巧与我一起玩耍 他是我大伯所有子役当中 最后一个被我父皇带走的 重前快跑 快跑 小心点快跑 带路 重前救我 重去 救我 救我 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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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芒山那天 我看见父皇轻轻松松一刀割下称心的手机 就如同当年他让承煦他们消失不见一样 殿下要是早点把这些往事告诉我 那该多好啊 我就不用做这些糊涂事了 我也陪你喝几口 好不好 明日头七 便是魏政大人出殡的日子 求菩萨保佑 只盼明日魏大人的棺材上 所附的是黑莎 离你 求菩萨保佑 我需要 你 我需要 就 明日头七 便是魏政大人出殡的日子 求菩萨保佑 只盼明日魏大人的棺材上 所附的是黑莎 最好如此 不过 就算是白赏 也无所谓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剑书馆 所有的死士 皆已在东宫待命 可是侯将军 不是一直还未表态吗 况且 他明天才能从天牢放出来 他实在犹豫 不过自从侯将军 从高昌得胜回来之后 却被父皇打入天牢 这也算是把侯军纪 向我这里狠狠地推了一把 这可说是造化弄人 其实 你不必和我一起猫这么大线的 若明日所见的是白赏 殿下一定要跟陛下冰戎相见吗 无论你怎么抉择 我都陪着你 殿下有身为皇子的宿命 我的宿命 就是殿下 明日便说是 compared父亲 你帮我去 你帮我去 我去 你帮我去 你帮我去 我去 你帮我去 帮我去 是魏征大人出病的日子了 是福是祸 到时候见分啸吧 大将军 恭迎大将军 老子已经不是什么大将军了 只是一个狗屁的吏部尚书 不 大将军 不管做何管 兄弟们誓死相随 誓死相随 誓死相随 这牢里边 安静是安静 就是狮子太多了 大将军 我给你挠挠 嗯 去去去去 好好好 大将军 为国杀敌 连命都不要 开宣之后 还受如此折辱 好了好了 牛进攻藏 这次咱们能够活着 这就很不错了 以后在长安城 少发牢骚 是 太子那边有什么东西 太子这边一切准备好了 只等今日 魏征大人出病的队伍 经过东宫 到时 棺材上披着白纱 就翻 如果是黑纱 太子还是太子 一切如旧 咱们的人收呢 咱们的人收呢 大将军的一万情平 已经安排在山谷里面 半个时辰之内 即可集结完毕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去 看魏征的棺材 大将军 您决定要翻 牵马 牵马 老板 老板 该死狮子 当老子 怕了你不成 驾 走 驾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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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